哈喽大家好我是爸梁 我是珊迪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什么样的主题呢 今天其实是要跟大家聊聊就是 装修之前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功课 那为什么要聊这个主题呢 是因为通常在找设计师之前呢 跟设计师都会有一个沟通的阶段 你才能去确定这个设计师 到底能不能完成你心目中理想的家 但是很多人都一定会有一个困扰 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跟设计师沟通 不知道怎么清楚的让设计师知道 我心里想要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呀这一次就让我们来告诉你 装修前必须要做些什么样的功课吧 那上一集呢其实我们有讲到很多 为什么要找设计师的优点 那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找设计师的话 可以点上方的连结去观看上一支影片哦 其实我们在决定要找设计师装潢之前 一定有一些功课要做 那我们这一次第一个要做的功课是什么 其实就是要先了解你自己的喜好 如果啊你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 找了一大堆图片给设计师 其实对于设计师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你到底喜欢是什么 我记得啊之前也有设计师跟我们分享说 就是有业主找了100多张各式各样不同风格的照片给他 结果他当下就无言了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对啊所以其实在找这个设计师之前啊 我们身为业主的必须要先确定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元素 那甚至像是也许你喜欢北欧风或者是乡村风亦或是工业风 那其实风格有很多种 今天会可以先上网多看看图库 参考一些居家类的杂志 像是我们100室内设计的APP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图库提供大家参考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找出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素材 那如果你真的每个都很喜欢很难做出决定的话 其实建议大家也可以去逛逛就是家具店或者是家室店 像是IKEA就很方便啊 它里面就有很多不同风格的showroom 然后可以让你去感受一下里面的氛围 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风格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你也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家具 直接用家具去决定你对空间风格的喜好 那找出喜好的风格之后 就可以挑选几张照片 可是你挑的方法真的有对吗 其实常听设计是说 业主拿的参考图与屋框的格局天差地远 除非大动格局才有可能将它实践 如果没有打算大规模的更动格局 建议可以挑选与自家空间相近的参考图 例如客厅的方位或门的座向类似 参处位置与现有格局相同等 如果你真的觉得找寻自己的喜好很难 其实建议大家可以从自己喜欢的颜色开始 毕竟风格会因建材或者是家具配件有所不同 可是自己喜爱的颜色绝对错不了嘛 这样整理出来的土库不仅能缩短与设计师前期的沟通 更能让设计师了解你的想法与喜好 那在确定自己的喜好之后 难道就可以直接去找设计师了吗 其实先别急哦 我们再来还要需要详细的列出自己的需求 那需求有些什么呢 它大致可以居住的家庭成员 例如需要几房几厅等空间的格局配置 小致你鞋柜到底要放得下多少双鞋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收纳问题 那大家一定觉得就是这么多东西 到底要怎么列个需求表 其实列需求表很简单 就像你出国会列一个需要带东西的清单一样 那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先从你居住成员的人数 还有一些基本资料啦 然后空间配置 跟家具喜好 还有大家所需要收纳的物品 这些方向来整理 像是如果说你是有婴儿的家庭 就可以从需求表里面列出 我希望在玄关的地方 可以规划一个收放的空间 这样子也不会让你的客厅或是其他空间的动线受到影响喔 当然啊 如果你洋洋洒洒发现 哇 你列出来的东西一大堆 每一样都要收纳 甚至这些收纳物品 放到新的空间里面就没地方了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做到断舍礼了 没错 也常常会有很多新婚夫妻 在一开始还没有打算生小孩 所以其实没有把小孩房规划进去 那等到开始动工之后却发现她怀孕了 还要再请设计师去改设计图 可是你知道吗 这样不仅会拉长你们的工程时间 也有可能产生额外的费用喔 所以啊其实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会建议大家 要以10年为一个单位去思考空间的需求 包含现在式以及未来式 千万不要只想到现在 这可能会让你啊在花了钱装修之后 又会因为未来的需求需要变动而重新调整喔 那其实说到这里就让我们回到最现实 也是装潢业主都会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 到底装潢上要花多少预算了 其实啊老实说 装潢预算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是可以依照物况物林 来大略的分配预算比例 那其实在规划所谓的预算比例之前 你应该是要先了解预算的结构组成 那如果你以为装潢只是把钱 就是花在材质啊 或者是家具跟电器上面 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 其实装潢里面还包含了设计费 监工费 室内装修许可费用 保护工程费 拆除工程 水电工程 防水补修费用 清洁费用 你看这么多 都是一个完整的装潢工程底下所需要的费用 我们之后呢有机会呢就会帮大家做一集 来跟大家详细的说明这些费用是在做什么的 所以啊千万不要觉得室内装潢跟原始屋矿没有关系 因为这很有可能造成你居住安不安全的问题哦 像我们刚刚提到屋矿就有新城屋 中古屋 老屋的分别 那以预算来说 其实中古屋跟老屋一定是在基础工程上的预留较多的预算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屋龄越高 我们的水电管线就容易有生锈的问题 没错 阻塞漏水等等 那当然就需要花较多的费用在改向屋子本身的体质之上 特别是在屋龄15年以上的老屋 基础工程的费用也是万万省不得的 因为这样的房屋啊 基础工程预算需要规划在总预算的三分之一 当然其实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预算 还是要看我们实际屋矿而来定 那如果屋矿较差 例如甚至还有臂癌 严重的漏水 不夸张 你的预算可能就要扩及到达到二分之一的状态 那如果是预算有限的人的话 建议可以在买房子的时候 先对屋矿做比较详细的评估啦 就免得你以为你买到超便宜的房子 结果其实你的钱都需要花在基础工程上面 那再来呢 其实就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把预算规划成一定要做 或者是可做可不做 还有不做也可以这三种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划呢 是因为当你的预算超过你原本的预期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从不做也可以的这一块 去进行删除 有了这样清楚的规划呢 你才能把钱都花在刀口上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今天的影片有没有帮助到你呢 希望大家都能做好充足的准备 再开始撞潢自己的家咯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整理以上我们刚刚所说的四个重点 那第一个呢就是先决定你对空间的喜好 可以先从你喜欢的颜色开始 那第二个呢就是依据现有的屋况跟格局寻找参考的图库 可以节省你跟设计师沟通的时间 第三呢就是以十年为一个单位来详列自己的需求规划 第四个就是预算规划一定要分成一定要做 可做可不做以及不做也行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希望我们之后做什么样主题的影片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 下支影片说不定就有机会可以为你解答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